作词 李宗盛 甩掉过去 牵着手牵起 如果分离 请相信会冲击 如果有眼泪 擦干后再继续 如果风雨 注定是我们要的命运 请相信这颗勇敢的心 从回到大梦中的心 哪里会有 七彩色的天空 温柔的风 自由流动 吹散所有灰色的头 总会到大梦中的心 哪里会有 最温量的双手 把爱静静图扰 拥抱属于自己的骄傲 让我来试试吧 谁让你新来的 如果我能说服大胡子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出去 等一下 让他说 你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怎么做用不着你管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能说服大胡子 我不知道你这是 从哪儿来的自信啊 进来吧 白泽哥哥 白泽哥哥 这是谁啊 大胡子的儿子 有把握吗 你觉得呢 行 就找你说的做 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和我说 如果我说服了大胡子 你们得帮我一个忙 行 如果你做到了 我一定帮你 我知道你们在这个岛上的实力 我想让你们帮我找回 我失散的那些朋友 你还惦记你那些朋友啊 坦白地说 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他们恐怕已经 不可能 我的朋友一定还活着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他们在这个岛上 还活着 就算绝地三尺 我也帮你找到他们 那就一言为定 走 我们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好 好 小彩 你最近怎么老是躲着我呀 我没有啊 你想多了 我没想多 现在除了吃饭的时候能见到你 其他时间你看到我就跑 包括现在 你真的想多了 我只是 只是怎样 这 跟你开玩笑的 不知道你是不是 反正我是 就是每次看到你 我这心眼就碰碰跳的 其实我们这样子有点不合情理 对不对 在重庆之前一般是不能太多见面啊 傻小子当真的了 我真是做你 要是不这么眼下去被戳破的话 难免哪一天传到小刀的耳朵里 可这么一直眼下去 他越闲越深可怎么办 你在想什么啊 我在想今天干活怪累的 累 我不觉得啊 挺有活力的 袁帅 我觉得 我们 我们 我们其实 其实并没有 我们其实啊 并没有像小美说的那样 两情相悦相敬无宾 而且我还知道 你还想着高英俊 他一定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吧 真不知道你在他鸟无音信的这五年 是怎么过来的 爹 爹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 我带了哥哥来 哥哥 谁啊 就是那天我被人贩子 关在笼子里的时候 是这个哥哥救了我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要是没有你 我恐怕再见不到我儿子了 不用谢我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缘分 你救了我儿子 就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 恩人谈不上 不过 有什么你说 我呢 还真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个忙 说 是关于你们船长的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不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站在哪一边的 但是我觉得 你可以考虑考虑他们说的话 你是想让我背叛他 在你的心里 他确实是一个好船长 你也是一个好水手 但是真正的好船长 是不会让自己的水手 不顾生命危险的 你想想 都城的水军 如果真的攻到这里来的话 你扛得住吗 难道你想跟他们一样 葬山于大海吗 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儿子 以后怎么办 可 可我毕竟跟了他二十年 忠心是好 但一味的忠心 就是傻 你 恕我说话比较直 对不住 不必多说 请 好 告辞 爹 爹 你帮帮他吧 我求你了 等等 我答应了 小心烫 好 我不知道小美跟你说了什么 我和英俊是青梅竹马 每当想到他的名次 我就会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想想我都能开心一整天哪 可是五年前 他为了李响出海去了 我怎么也拦不下 也没有理由挽留 对吧 你当然可以挽留了 只不过 你没有能够操控结果的能力而已 你一定恨想他吧 虽然我脑子不太好使 可是我看得出来你很孤单 一个人不孤单 一个人不孤单 想一个人才孤单呢 那你还打算这样一直 一直想下去吗 这也由不得我啊 对不起 没事的 你 你 你应该觉得我很傻吧 做一个傻子很容易 他只要在自己信仰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就可以看到结果跟答案 可是做一个傻子也很难 因为他要走的路 注定是非常艰难 每走一步 都要承受着别人十倍的痛苦 而且那些关心你的人 也会很难过 你是在说我吗 我也是在说我啊 总的来说 元帅 我觉得对你很愧疚 其实不只是这些 还有其他 其他 干吗说这些啊 我知道你选我做未婚夫 可能有其他的初衷 可是没关系啊 打从我醒来的那天起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 干干净净 再加上我又见到你 我一看到你就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很多年 很熟悉一样 反正就是 我觉得很开心啊 一点都不难过 一点都不受伤 这 没关系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太残忍了 元帅 你很好 你特别特别好 你不应该承受这些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着嘛 这些是我应该承受的 你真傻 我聪明的很好 我会的东西可多了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弄来 我什么都不想要 小彩 你不相信我啊 我相信你 只是 我不需要 几个小彩 干吗 我的儿子 我知道我这样 你现在把你招了 我没有心想得到 把你招了 这些要都是我 好 我你就会让你招了 这个好 谁让你趁我喝水的时候说这些 小彩 我要跟你道歉 道什么歉 因为我没有听过你的同意 就随便喜欢上了你 但是你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向你承认错误 我 我可一点要改的意思都没有 反正我会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会单方面地这样 一直喜欢你 我又说道话说完了 就这样 我先去忙了 你不说话的样子 特别像我的事事 他和你一样 也有大大的眼睛 弯弯的眉毛 尖尖的下巴 但是诗诗和你不一样 你总是冷若冰霜的 谁跟你笑啊 臭海盗 你以为自己是谁 你在说什么呢 是不是在说我诗诗的坏话 行行行 你的事事最美最好 行了吧 我真是不能理解 你们这些男人 为什么要用喝酒 来解决自己的心事 你喝得像个蠢货一样 有什么用 你的事事已经死了 你就不能释怀吗 做一个好人 好好活着 这也是他想看到的 你说什么 释怀 一个词 两个字 你说出来倒是容易 就像呼吸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 每一次 我想到我的事事 被人搅碎脖子的时候 我的呼吸都会心痛 你知道吗 释怀 请问世间 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你不是说我诗诗的坏话吗 好 今天我就杀了你这个小娘们 诗诗 你看着吧 我要把所有骂你的人 都杀掉 把所有得罪你的人 都杀掉 你要干什么 别过来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了我八年的兄弟 跟了我八年出生入死的兄弟 不能就让他这样白白地死了 我们船上所有的船员 每一个都是我的兄弟 这话是我说的 我成名判 说到做到 猴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必定要为他报仇 东在船是那个明珍 我听说船长跟那个明珍 有 有一团 噓 有人传言说 是明珍杀了猴子 明珍是我的朋友 这件事我一定会当面去问他 一定给弟兄们一个交代 我们需要一个新船长 谁 谁说的 给我站出来 我说的 我们的船长现在进退两难 我提议 我们重新投票选举新的船长 你小子给我闭嘴 大家想想 之前我们费了老大劲儿 抢了那艘官船 兄弟们才多捞了点油耍 现在再跟明珍翻脸 这船长真的能站在兄弟这边 为我们的利益着想吗 难道他就白死了吗 相信大家已经听过传闻 目前朝廷为了这件事 正在大力追查 他跟咱们船长关系好 为了找替罪羊 就拿猴子开刀 事情再这么继续下去 我们都成了牺牲品 你小子先给我闭嘴 我有说话的权利 如果在座的 有一半的成员对船长固满 我们就有权利 重新选举新船长 这也是我们海盗的规矩 我们要选新船长 新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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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选新船长 新船长 新船长 我们要选新船长 新船长 新船长 我同意你们选一个新船长 我们不能破坏了海盗的规矩 那你们推选的这个新船长 是谁啊 我提议 大副 这 大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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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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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副十七票 十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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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票 十十六票 成名判十六票 是吧 部队 咱们船上一共是三十六个人 出去死了的猴子一共三十五个人 这儿只有三十三票 还有两票呢 谁没投票啊 谁没投票啊 站出来 不能是投票 谁没投票啊 我 弃拳 我也弃拳 弃拳怎么算啊 弃拳 弃拳 这个怎么算 算弃拳吧 船长 船长 我宣布新船长大复 大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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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袁帅 温泉那边那么忙 你怎么不去帮忙啊 虽然我失去了记忆 可是我感觉我已经遇到了人生最大的瓶颈 我知道萧萨心里想的是高英俊 我也清楚地告诉自己 我不在意这些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有点难过呢 感情的事本来就由不得自己 越是安慰自己说明越在乎 我现在手脚乏力 每天起床都觉得站都站不稳 洗澡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搓都搓不干净 要洗好几遍 对了 还有幻听的症状 是不是看见路上的行人 都觉得比自己强一百倍 是不是突然发现自己有很多缺点 是不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失落 自己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 天哪 你怎么这么准啊 大复快告诉我得的是什么病 还得我这个老中医出马 请把麦 你的病根在我姐 怎么一说我姐你就蔫了 因为我觉得自己很矛盾 就好像没有考虑她的感受在骚扰她 那她有没有拒绝你啊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啊 我原本还以为爱一个人 对她好只是自己的事情 可是后来想想 好像还真的不是这样 我如果真的不求回报的话 现在又怎么会这么难过呢 想一想我这是一个很虚伪的人 我姐对你一点回应都没有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如实地告诉我 每句都要告诉我 她问我说你累不累啊 这么一想她好像挺关心我的耶 这些都是客套话 她还说什么了 我无法挽留 也挽留不了 她是这么说的 她还说了一个对吧 对吧 我和英俊是青梅竹马 每当想到她的名字 我就会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想想我都能开心一整天哪 可是五年前 她为了理想出海去了 我怎么也拦不下 也没有理由挽留 对吧 她还跟我说了很多高英俊的事 这就对了 是什么啊 你傻呀 高英俊在我姐心里是什么地位 她能把内心深处最美好的回忆告诉你 说明她就是把你当成个最交心的朋友 你想啊 谁会把自己内心深处的脆弱和失落 讲给无关的人听呢 不管是用什么语气 你说得也蛮有道理的 她说挽留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我无法挽留 也挽留不了 对吗 这就对了 好好说话 对了什么 她不仅把你当成轻松的对象 而且还想要得到你的回应 我回应了 我回应说 你当然可以挽留 只不过你没有能够操控结果的能力而已 怎么样我说错了吗 这不是她想要的回应 你还不如不说话呢 她还说什么了 她还说你真傻 你真的是傻呀 她都说你傻了 你还纠结什么回应不回应呢 这就是她的回应啊 这到底回应什么了 女人的话不能只看表面 要反过来理解她的意思 如果她说让你滚 意思就是回来报警我 如果她说这个东西太贵 我不要了 意思就是谢谢我全要了 如果她说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意思就是别说话 吻 你自己想去吧 真好吧 怎么简单一点 她说我傻到底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她也很纠结 这么说 我还有机会喽 当然 而且有很好的机会 过几天是我姐的生日 你自己看成办吧 我走了 小美 小美 不不不不不 我是说小美姐 我跟你说啊 别让我帮你准备什么生日惊喜啊 小美姐 你看看这里还有谁能帮我 你不帮我的话 我就悲剧了吧 人生三大悲剧 一 穷得没法做坏事 二 饿得不知道吃什么 第三 困得睡不着 这三大悲剧你都没谈上 你有什么可悲剧的 我走了 别走 你在做我真的跪下了啊 你跪啊 我跪 是 小美 你帮帮我 帮帮我吧 小美 小美姐 不不不 小美哥 你帮帮我 小美姐 我这是在一步步撮合我姐和元帅啊 这不是我的初衷啊 我只是想要她的酱料配方而已 小美姐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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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 不过我们该弄些什么呢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该怎么做 生日惊喜嘛 无非就是套路 但是要多一些真诚 我姐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她未必会吃这一套 来 我等这一天 实在是太久了 进来 怎么样 当船长的感觉如何呀 这次多亏了你 放心 只要你跟着我 我少不了你的肉吃 别这么说 这船长谁当不是当啊 但是有的船长他吃肉 我就只能喝汤 你当船长 你吃肉 我也能吃肉 说得好 原来 原来 这里边事儿还多呀 你能听见吗 你能听见吗 快来人 好 别打 别打 放开 你选不上船长 你的本性就暴露了 我告诉你 不是我抢你船长的位置 是船员投票决定的 把他给我押走 是 走 走 怎么样 好 放个话 小彩 在这里我要跟你说一声 生日快乐 这不是客套话 因为从我第一次 看到你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你心里面藏着一些事 肯定很累 很痛苦 很难过 我 我 或许我只有缘分遇见你 却没有福分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真的不想要你再过着这样的日子 如果你一直把自己沉浸在回忆里面 那又怎么向未来迈步呢 所以 答应我 走出来好吗 陪我去 姐 你别进去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等一下她进去吗 等一下她进去 姐 那个饭还没有好 我做好饭了 我就叫你来吃 姐 你先回房休息吧 我知道 你们在给我做生日惊喜是不是 我又不傻 你们一大早灰灰碎碎的 我就警告过你们 不要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让我不高兴 你们知道 我最讨厌这些仪式 尤其是生日礼物 姐 姐 你没有准备什么生日礼物 不是 不是生日礼物 你真的没有生日礼物 姐 你就先回去吧 我真的没有什么生日礼物 不过就是一顿便饭而已 真的 姐 你先回去吧 尤其是拉花和彩带 最俗气了 姐 你先回房休息吧 等一下我叫你来吃饭啊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姐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饭还没做好呢 你先回去吧 再不开门我就不客气了 姐 你 看看您看看多好的画片 您看一下吧 您看看多好啊 丁大爷 您看看吧 丁大爷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想不到能在这儿遇到你了 我曾经登门掌棍 酬金也退还了 我知道 马顺告诉我了 你们这地上的人 在这里活得逍遥自在 还真是意外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在地上地下都是一样的 你说你要归隐 你怎么不找个鸟语花香的地方 怎么会到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城来 你肯定是有事吧 没事 只是顺道看一位故人 杀人不眨眼的独行刺客 也会有朋友 丁大人真是说笑了 不过 丁大人怎么会来到这地下城呢 能够让我亲自出马的事 就只有那样东西 我还记得你欠我一个人情 我是这么说过 可是 如果丁大人想让我找齐星的话 我恕难从命了 这次不关齐星的事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既然咱们有缘相聚 找个地方小拙一番 跟我走 不出所料的话 这齐星一定在修辅君的手上 我只需要你想办法 让我接近他就行了 齐星我自己去哪儿 历任老城主 都住在城主宫殿里 那里不但戒备森严 而且神秘莫测 如果是贸然闯弱的话 一定没有胜算 即使对我来说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大人 属下不解的是 既然这个修辅君 一直长期居住在地下城 他根本就没有要出去的意思 那他要齐星做什么 修辅君 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丰厚 想利用齐星召唤神兵大军 神兵大军 什么 没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让我接近他 看来方法只有一个 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 亏你想得出来 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能管用吗 单单靠哄骗肯定是不行 不过有了齐星就不一定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丁大人 你现在手里 应该不止一颗齐星吧 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 这个时候还能有人帮我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快走 你们干吗 我已经不是船长了 也不可能是船长夫人 赶紧跟我走 快走 不好了 船长 这儿跑了 谁啊 成兵叛跑的 你现在等着我去抓吗 你还不带着人去给我追啊 是 走啊 废 你还不可以 报告成主 有外人求见 我们地下城的人 从来不与外面的人打交道 不见 把他们送出去 可是 他们说知道齐星的消息 好 叫他们进来 是 带上来 参见城主 免礼 免礼 两位是何方神圣 云游四海之人不问处处 你们能进到地下城 可见不是等闲之辈 现在主动来见城主 可又说到云里雾里 是不是 不把城主放在眼里啊 城主请息怒 我等 并无恶意 听说 你们知道齐星的事情 在下乃云游四海的通灵者 途经此地 突然赶到一股神奇的力量 此乃天下王者之气 所以 忍不住进来看看 如有打扰之处 还请多多包涵 王者之气 来 说的有点意思 那你就继续说下去 自古只有帝王豪杰出身之地 才会有此气脉 我追随至此 见这个气脉与他处不同 有何不同啊 不飘不散 不云不走 有话快说 你这话的意思是说 说我不配做这个城主吗 非也 王者之气脉生而有之 如果不是源于此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说下去 那便是因为齐星 齐星 继续讲 我能感受到齐星的力量 否则我也不会来到 这个地下城 好 那我就问问你 你知不知道齐星 一共有几颗呀 上古有云 五星五色 分别是黄蓝赤绿黑 还真是让你给说对了 那好 你能不能告诉我 其他几颗齐星 现在在哪里 这些 我一时还算不出来 这得仔细盘算盘算 这得仔细盘算 你能够帮本王 找到其他几颗齐星 我定当会重重地有赏 谢城主 启禀城主 在下有一面镜子 能够照出镜中之物 所在何处 还请城主交出 手中那颗齐星 好让我的镜子照一照 你能够照出镜中的 城主 你难道不信任在下吗 城主 在我们地下城 出不了什么事情 是 来人 把齐星拿出来 让大师 见赏见赏 他在这里 你能够照顾 你能够照顾 他有什么事 我 大师 你看到了什么 城主 这镜子告诉我 齐星 就在这个地下城之中 就在这个地下城之中 走 好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别跟着我了 跟着我没好处啊 你走吧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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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追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快 站住 快 快 天 这么往他们去 肯定死了 走 走 走 秀秀啊 好棒啊 这是 在打什么呢 爹 你说世界上真的有太阳吗 当然有了 那太阳会和我说话吗 秀秀啊 用不了多久 爹爹就会带你去地上 你就会看到太阳 看到太阳长什么样子 你就知道太阳它会不会说话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 来 爹给你看样好东西 看 漂不漂亮 真好 好漂亮啊 好 这叫奇星 它一共有五种颜色 有五颗 爹爹原来有一颗 再加上这一颗 就有两颗了 等我们集齐五颗 爹爹 就能带你去看太阳了 真的 爹爹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小心小心 郑主 您找我 秀秀啊 你先自己玩会儿 我和这个叔叔说会儿话 嗯 来 秀秀这些年一直这个样子 真是苦了成主了 当初夫人要不是她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秀秀 秀秀在公孙神仪的帮助下 能解回一条命来实属不易 所以您一直对公孙妙权 没有下狠心 就是这个原因吧 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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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不可群戏 但也不可不群戏 叔叔 词曲 李宗盛 没收我 那双紧握的手不肯丢 要一起到最后 睁开眼 也许只剩满地的我眼 也许只剩冰冷的常见 等有你在身边 我们说好等到明天 等到雪霜像阳光妥协 你一定要相信 那些年少的月底 那些年少的月底 我们说好等到明天 一起走过最冷的冬夜 一起亲吻最美的春天 我们看见 肩并肩地站在 破晓以前 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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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